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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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生产能力 更好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要认真总结离树模式特点 因地质疑分类推广 切实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要加大对农业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积极帮助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等实际问题 进一步激发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韩骏在至此时说 当前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劳记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因因嘱托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 着力打造农业发展新优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跨越 医药共享农业科技创新优势 深化技术合作 聚焦智能高端农机 黑土地保护 种业振兴等重要领域 阶级参与核心技术攻关 重大成果转化 示范推广应用 率先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深入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二要共享农业资源优势 深化产业合作 阶级参与农业全产业链开发 培育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 十大产业集群 实施街杆变肉和千万头肉牛工程 推动吉林农业资源优势 与市场优势资本优势有效对接 三要共享产品品质和优良生态优势 深化品牌合作 实施农业品牌引领提升工程 加强营销策划品牌推广 把更多集字号农业品牌擦亮叫响 长春市市长王子莲主持开幕式 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受医师李金祥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 省级长春市领导高广斌 范瑞平 胡家福 李月 张忠 张志军 张恩惠 张焕秋 韩府春 赵小军 王志厚 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 省政协秘书长郭树峰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组织召开 两确保一率先重点工作视频调读会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创新引领 优化产业布局 激发活力动能 推动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 取得新进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做综合点评 会上 省职有关部门和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白城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汇报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情况 景俊海强调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对于我们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奋力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医药更加注重产业支撑 长春市要发挥辐射主导作用 主动向工业走廊城镇分门别类 专业化布局配套项目 医药走廊城镇要建立科学体系 人才体系 医疗体系 康阳体系和产业体系 深度开发长白山道地药材 统筹四季提升生态旅游发展品质和水平 加速兑现金山银山生态价值 坚持能源外送内用至清相结合 着力推进西部陆地风光三峡 东部山水蓄能三峡等重大项目 加快建设生态强盛 二要更加注重创新引领 大力促进集人回乡创业就业合作 整合省内大校大院大所大企资源 加快形成线上线下结合 产学沿用协同 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 三要更加注重区域联动 加快构建一核两亿三圈多代空间布局 四要更加注重开放赋能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持续深化五个合作 不断完善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 扩大陆海连运和内贸外运 形成互联畅通的综合运输网络 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和各类会展活动极具作用 专班化 常态化 机制化 抓招商 银企业 汇人才 具资源 五要更加注重城乡统筹 打造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 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实现城乡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六要更加注重生态优先 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全方位 全链条 推行绿色生产 绿色流通 绿色生活 绿色消费 加快形成我省一加六碳达峰政策体系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韩骏在综合点评时强调 要紧盯两确保一率先目标任务 深入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完善规划体系 推动各项规划有序衔接落地落实 要强化产业支撑 推动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力 强化项目支撑 在现有基础上再谋划储备推介招演一批重大项目 用足用好专项债券 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 强化市场主体支撑 加快分转子各转企 小生规企业培育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强化人才支撑 完善人才政策 为战略实施提供智力保障 强化创新支撑 谋划好整省创新试点工作 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打造良好创新生态 强化长春辐射带动作用 谋划好长春都市圈建设 进一步发挥长春一主重要作用 高广斌 吴敬平 胡家福 石玉刚 张忠 张恩惠 蔡东 阿东 李伟 安贵武 在主会场参会 张志军 王子莲在分会场参会 9月1号至3号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 刘伟平一行到敦化市 沿吉市浑春市开展下沉督察调研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提高站位 强化举措 举一反三 狠抓整改 全力解决好权政法院强烈的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刘伟平一行首先到达敦化市 先后查看了敦化市东方宾馆 信房举报案件整改情况 雁明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土地整理项目整改情况 在调研敦化市雁明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 督察组赞成敦化市 采取移林还林 移草还草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整改做法 刘伟平指出 要采取有效措施 确实保护农民利益 让农民的长远生计有所保障 做到生态保护与发展相结合 努力实现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下的 高质量发展 在严吉市 督察组实地查看了 严吉市天营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严吉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和严吉市海兰湖体育旅游度假村 高尔夫球场整改等情况 刘伟平叮嘱生态环保设施的运行 要全面执行国家排放标准 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监管 要重视加快推动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建设 在浑春 督察组先后对静信湿地保护 即兴牧业有限公司 沿边黄牛育种厂 违规设施拆除 及生态恢复 浑春市东北虎报 国家公园试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在静信湿地 督察组详细了解了 湿地的生态保护情况 刘伟平指出 静信湿地地处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 具有重要生态战略地位 作为多种珍稀动物的栖息地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定要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保护好湿地 刘伟平在与延边州负责同志交流时强调 环境就是最大的民生 吉林省的最大优势就是生态 抓好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 更是将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落实到工作中的重要举措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的指示 把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这条路扎实走下去 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成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 省委常委 沿边州委书记田锦臣 副省长韩福春陪同调研 9月6号 沃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 重点案件12件 其中 来电60件 来信35件 长春市49件 重点案件5件 吉林市12件 重点案件3件 四平市3件 辽园市1件 通话市1件 白山市3件 重点案件1件 松原市7件 白城市7件 重点案件2件 沿边州8件 重点案件1件 梅河口市4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 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7个 其中大气环境类50个占36.5% 水环境类27个占19.7% 造生类27个占19.7% 生态类18个占13.1% 土壤环境类11个占8.1% 其他4个占2.9% 当日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交办各地 截至9月6号 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信访案件1197件 包括重点案件137件 今天 由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 省总工会 联合举办的2021年 吉林好人最美教师 即黄大年式好老师 吉林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和吉林省首批教育世家评选发布活动 在长春举行 吉林好人最美教师 即黄大年式好老师评选活动 自今年3月末启动以来 群省各地教育部门和省内各高校 共推荐了273位候选教师和团队 经各地各校推荐 推荐人选师德考察 专家组初选复选中选 最终授予张福贵等10名同志 吉林好人最美教师 即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 授予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艺术学院等22个团队 吉林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荣誉称号 同时评选出100个 吉林省首批教育世家 我想把这种教育精神 还有情怀带到我的工作岗位当中 继续带领乡村孩子们 观察世界 观察生活 描绘生活 画生活 今天作为第二十届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 重要活动之一的 全国百户企业 近吉林活动在长春举办 本次活动安排了直播推荐 吉农马发布 项目签约等内容 特别邀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国内农业合作省份企业等137家企业 对接我省113家农业企业 活动总规模在300人左右 活动现场还集中推荐吉林玉米 吉林大米等集资号品牌 和吉林省特色优质农产品 省外8家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与长春 吉林 辽园 通化 白城 梅河口等市州 签订了框架协议 签约金额达12.6亿元 今天以强化品牌推介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第四届供销特色农产品展销会 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开展 现场设置240个国际标准展位 全省供销社系统182家农产品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42大类 3000多个名优特农产品 进行集中推介展销 展销会期间还将举办 供销特色金牌农产品产销对接会 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富产品 网络销售平台 系列农富产品推广等活动 宣传供销合作社特色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重点突出地域特色 产品特色 加强产销对接 最终促进企业增效 农民增收 同时提升集资号 供销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 和市场影响力 为进一步培育消费热点 挖掘消费潜力 搭建新的消费促进平台 省委省政府决定 从9月8号至10月中旬 举办首届吉林酒吧消费节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相关活动安排和具体情况 消费节活动坚持以扩消费 惠民生稳增长为核心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打造品牌消费 业经济消费 美容健康消费 等9个主题促销板块 打造农博会 茶博会 家博会 等9个以消费为主题的展会 同时有效运用 政府加银行 加平台 加商家等四方资源 聚焦教师节 中秋节 国庆节 重阳节四大节日 开展超过98项以上的促销主题活动 汇集多方资源和市场力量 培育消费得点挖掘消费潜力 创新消费场景 扩大消费规模 形成居民得实惠 企业增效应 市场有活力 经济增长 牵动力的 共赢局面 据了解 今年年初 省级财政发放消费券总规模达到3亿元 其中商品消费券2.6亿元 文旅消费3000万元 教育消费1000万元 加上市州县市配资 总额超过6.6亿元 截至8月2号 已发放3.37亿元 核销使用2.59亿元 直接拉动消费26亿元 在文化旅游方面 省文旅厅将仅仅把握 金酒银食 秋季旅游黄金时段 进一步活跃省内旅游市场 拉动文旅消费 消除疫情影响 推动消费市场尽快恢复 文旅消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按比例下国消费券资金500万元 鼓励各地创新思路 组织文旅企业 举办各类内容丰富 参与度较高的 结识及促销活动 在体育方面 省体育局将在去年发放 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的基础上 全省再发行1250万元体育消费券 激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 鼓励群众增加体育消费 促进体育企业扩大营销 同时开展一式一品体育赛事活动 集中打造14个体育精品活动 项目涵盖长跑 自行车 羽毛球 徒步足球及冰雪等运动项目 还将充分发挥 我省长春市 吉林市 作为首批国家体育消费 四点城市的先行先市作用 推动体育消费的提挡升级 形成四点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带动效应 促进全省体育消费的持续增长 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结合吉林实际 日前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要求 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全面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切实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坚持从严治理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切实发挥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 精心组织实施 务求取得实效 受冷窝影响 本周我省将出现一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此次降雨过程持续较长 且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6号到8号中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 部分地方有大雨 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到12号 预计本周全省平均降水量20毫米左右 比常年偏多 9到10号呢 在我省的中南部还是有中雨 部分地方有大雨 其他地区也是阵雨雷阵雨 11到12号在我省北部和东部 有分散的阵雨雷阵雨天气 伴随降雨过程 6号开始 我省气温自西向东逐步下降 最高气温累计下降5到9摄氏度 6号到11号 全省日平均气温为16度左右 西乡部门提醒广大城乡居民 防御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 出行注意温度变化 西部地区仍然加强 对嫩江流域汛情监视 确保安全度汛 东部地区水库库容 要做好科学调度 做好防汛的同时 要做好水库的蓄水工作 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这样的话 可以促进作物的灌浆和成熟 来自锦临省水利厅的消息 9月6号8时 黑地庙水文站水位141.82米 相应流量415立方米每秒 较昨日8时 回落0.03米 超警戒流量15立方米每秒 月亮抛水库水位131.96米 蓄水量7.07亿立方米 较昨日8时 水位回落0.05米 超汛线水位0.96米 吉林省水利厅 发布洪水风险滚动预警 提醒白城市 陶南市 震赖县大安市水利局 加强洪水防范应对 强化低防管户 吉林省追陶办公开曝光 职务犯罪再逃人员名单 刘凤燕 女 1970年2月出生 汉族 身份证号 222301 1970 0217 212X 家庭住址 白城市幸福办事处 九尾八族 中国银行白城之行 原储蓄员 涉嫌职务犯罪 2000年3月被通缉 深宏杰 南 1972年3月出生 朝鲜族 身份证号 222 426 1972 0317 1150 家庭住址 安徒县明月镇 龙宾路顺山南路 34-18号 中国农业银行 安徒之行 第一储蓄所 原储蓄员 涉嫌职务犯罪 1998年8月被通缉 副战军 南 1978年8月出生 汉祖 身份证号 20105 1978 0826 021X 家庭住址 长春市二道区 吉盛小区 1-21栋309市 吉林省东辽河 大桥收费站 原出纳园 涉嫌职务犯罪 1999年11月被通缉 刘勤盛 南 1966年6月出生 汉祖 身份证号 220284 1966 0606 0072 家庭住址 盘石市河南街道 房产家属楼 盘石市公安局 交管大队车管大厅 原收费员 涉嫌职务犯罪 2006年11月被通缉 宅强 南 1967年11月出生 汉祖 身份证号 220221 1967 1105 0030 家庭住址 永吉县口前镇铁北街 一伟一组 和江胡同43号 永吉县油电局 原报刊发行员 涉嫌职务犯罪 1996年12月被通缉 王安德 南 1963年9月出生 汉祖 身份证号 2224031963 0901 4015 家庭住址 对话是黄泥河镇 黄林街 西山伟十足 对话是大山镇良库 运输员保管员 涉嫌职务犯罪 2001年1月被通缉 金凤玉 女 1972年9月出生 朝鲜族 身份证号 220621 1972 0901 0742 家庭住址 安徒县明月镇 纺织街二组 安徒县工商局 各体协会 资金互助会 原营业员 涉嫌职务犯罪 2001年8月被通缉 王建波 女 1965年3月出生 汉族 身份证号 220104-1965-0310-8865 家庭住址 长春市路远区 车证花园委 1-4栋一门2楼 202市 其涉嫌共同职务犯罪 2016年5月被通缉 王海 南 1953年3月出生 汉族 身份证号 220102-1953-0301-4613 家庭住址 长春市南关区 永吉街派出所 永吉街道 吉顺桥南委 188组 长春市静越经济技术开发区 永吉街道 潭北社区 居委会 原代理主任 涉嫌植物犯罪 2014年6月被通缉 崔福犬 南 1955年5月出生 汉族 身份证号 220302-1955-0507-1035 家庭住址 四平市铁西区 秦叶村 四平市铁西区 平西乡 秦叶村党支部 原书记 涉嫌植物犯罪 2013年5月被通缉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9月5号 0-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提醒广大公众 当前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形势 依然严峻 接种新冠疫苗 是预防新冠肺炎的 有效措施 请广大群众 主动尽早接种 大家要束牢 常态化防控意识 坚持外出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 不聚餐 不聚集 减少疾病感染风险 今天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 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 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 微信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